我的快递到了 是我买的黑麦带餐面包 就是全麦面包 现在住在这边周围面包店很少 只有几个那种非常传统的面包店 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面包 也有好吃的西式面包 所以我就只能在网上买了 最近有在减肥 所以就选了这个黑麦的全麦面包 独立包装的 刚才又出去取了几个快递 这个是一个花生酱 这个是蓝莓酱 里边有两个 这个也是买的第一支果酱 感觉就是吃一个心理安慰 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灵质 最近我买了那么多的全麦吐司 还是需要一个这个吐司机 我觉得吐司机这种东西 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买太贵的 就只是简单的烤一下而已 然后这么巧它也是有这种单孔和双孔之分 我就买了一个单孔的 这样它占地面积也比较小 也比较精致 简约制机 还有一个是这个我买的酸奶鸡 本来我是只想买这种酸奶发酵粉的 我发现他买四袋就送一个这个酸奶鸡 我就想着 那就直接买四袋好了 所以这个酸奶鸡其实是白素的 这个是可以放在牛奶里就直接制成酸奶的 因为我之前在韩国的时候做那个希腊酸奶 然后分享教程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表示买不到韩国的那种杏鸡 所以我回来其实也不知道在哪里买 但是这个有现成的发酵粉 就不需要那种酸奶了 其实就直接放一点这个发酵粉就好 然后他送这个酸奶鸡 应该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机器 这里应该其实就类似于一个保温箱这种功能吧 因为以前用电饭锅做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利用了电饭锅的保温功能而已 我理解的做法是把牛奶倒到里面这个容器里 然后再倒上发酵粉 然后可能设置保温 然后多几个小时就会好了 所以感觉应该挺简单挺方便的 打算两片 一片用这个花生榛子酱 一片用这个蓝莓酱 一片用这个肉 这个花生酱一点都不会比较 今天就打算是在用这个酸奶机做酸奶 然后先给它削一下毒 它这个里面是有一个这样的玻璃容器 然后我看了它说明书是要把它用沸水削毒一分钟左右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酸奶机里 酸奶机里我刚才按照说明书来写的里面加了一点点凉水 然后用这个均粉 是这样 这一个是5克 这个上面写的是500毫升一袋均粉 现在这个酸奶是8个小时过后 差不多了 打算看一下 哇 凝固了 味道还是可以的 不是特别酸 但我觉得它这个凝固的还不太够 应该让它再多保温一会儿 一会儿酸奶好了 打算做希拉酸奶 所以准备了这个漏碗还有纱布 再给它们消毒 到时间了 按照做希拉酸奶的方式把它倒到纱布上 把乳清滤掉 啊 气死我啦 我刚才忘了开始啦 呵呵 已经快倒完了 这个酸奶尽量要用玻璃的容器 布置的容易有细菌 然后金属的话会就是影响它那个菌 水玻璃的最适合 过了半个小时 检查了一下 发现还是滤出来了很多乳清的 可能要再滤五六个小时的样子 睡掉之前又来检查了 现在乳清已经有很多了 然后我感觉它也变硬了很多 我现在稍微挤一挤 应该就可以放到冰箱了 因为我也没有想让它达到一个非常非常丑的状态 大概只要不是普通的小奶那样就可以 取了几个快递 试试试看一下 混合蜂蜜 然后我选了这种挤压嘴的 这样就不会浪费 然后也不会弄的哪哪都是 比如说为了做豆浆 记得黄豆 就用东北光豆 然后液晶装 还有好豆瓣 这个是那种亚克力的架子 所以它现在这个上面其实是一层保护膜 如果这个两边都通过的话 它就是这种很亮的塑料的质感 而且还硬很结实 我打算把它放到厨房做收纳 不过这个好像不是特别的厚 没我想象中那么结实 可能还是价格越贵 质量越好 这么急 太阳了 你给了一切 不知道 好 好 再来 看一下 你 很烦 这个希腊酸奶总体上还是很成功了 好像用均粉做的话会比直接用酸奶做酸一点 今天因为这个亚克力的架子到了嘛 然后就想用这个整理一下厨房 这个区域是没有油烟的 它和这个做饭的位置是中间有个水池隔开了 然后那个吸油烟机也挺强力的 所以这个地方基本没有油烟 我一般都把这个地方作为饮品区 然后有的时候偶尔还可以在这吃东西 但是因为我现在机器太多了 破壁机也很大 还有烧水壶 咖啡机 还有面包机 本来还有个酸奶机 那时候把那个酸奶机移开了 现在这个杯子什么的也是没有地方放 还有很多我都没拿出来 所以我必须得把这个位置给解决一下 有一个之前去浮粮艺术节的海报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我已经这个绿色的挺适合厨房的 所以把它先把它粘在这个地方 经过反反复复的研究和试验 厨房整理终于完成咯 是我目前为止能想到的最合理的摆放了 既然整理好了 就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小厨房 这次租的房子厨房真的特别大 长的一整条 然后也没有很窄 就可以让我任意发挥 我发现他们的厨房上面都是不打柜子的 柜子都在下边 没有上面的橱柜就显得没有那么拥挤 整个房间都贴了这个瓷砖 这个瓷砖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土的 但是因为它颜色毕竟比较淡 没有很厌 所以就效果就勉强还可以吧 就不至于说买贴纸把它贴掉 这个是最常用的小米的电水壶 然后平时会在这喝水 然后这个是小米的破壁机 目前破壁机主要还是做豆浆多一点 然后可能偶尔会做一些果汁或者蔬菜汁吧 然后这边是 上面是我最近在吃的几个全外面包 然后放在上面方便吃的时候选手呢 下面是放了这个蓝瓶子的滤杯 这个架子比刚才另外放杯子的几个要矮一点点 所以正好放下这个滤纸和滤杯 然后这个玻璃杯呢 是我来之后新买的 因为我刚来点的这个时候没有带杯子 所以当时急用我就在淘宝上买 随便买了一个 可能现在应该算是我尺寸最大的一个杯子吧 所以没有地方放就把它立在这里 然后这边是放了一些杯子 还有一些饮品 这些杯子好像 哦对都是从韩国买的 然后我亲自背回来的 太辛苦了 有多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所以对它们格外的珍惜 上面是两个茶包 还有这个北顶的咖啡滤杯和小水壶 然后这个里面是那个胶囊咖啡 这个小杯子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这个是手冲咖啡的咖啡粉 下面这些杯子应该算是我最喜欢的一些吧 然后就把它摆出来吃 其实我还有一些杯子没有拿出来 因为空间上不太允许 然后放那么多其实也不会全都用上了 所以我就先拿出来这些吧 然后这个也是我自己做的 下面是这个蜂蜜 然后这边是摆了图丝机 还有胶囊咖啡机 然后我是打算拿一个透明的玻璃杯 这个玻璃杯是无银良品的 把这个杯里想放上一些搅拌勺之类的 就不想把它单独放在筷子架里了 搅拌勺 小叉子 火酱刀 还有这个小勺子 我的搅拌勺还挺多的其实 我是有想要把这些就单独拎出来 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喝咖啡的时候感觉这些搅拌勺用的比较频繁 所以单独把它们拎出来了 然后这个晚期晚价 来了之后新买的 这个是一个宜家的产品 你们餐具只放了一部分比较常用的 剩下除了这两个是我自己做的 剩下好像也是同韩国代表来的 这边是餐具 然后这两个这边是一些玻璃制品 小玻璃碗和玻璃杯 然后这个是前两天做那个希腊酸奶用的滤网 然后这个小碗也是我自己做的 还有刀 没有买刀架 所以就暂时先放在这 然后这个是筷子笼 所以我的这一部分厨房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配置了 然后这半部分就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了 主要是在这里切菜 会在这边处理食材 这个是我之前买的厨具 然后我找了一个做东西的时候的一个产次品 它本来是一个杯子 然后它的手把掉了 所以这个杯子还正好很大很重 就可以用来装这个我的厨具了 这个我之前试过 如果用塑料的话太轻了它就会倒 所以这个就正好很适合 这两个小锅锅也是我从韩国带回来的 这个锅真的超级好用 而且颜值很高 就真的很好看 然后用它用的最频繁 然后这个小锅呢 这个我之前在韩国用的时候用的是燃气灶来做饭 然后我也比较呵护它 所以没有出现过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到这之后呢我就变成了电磁炉嘛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加热太快 它就还是会有一点点粘 所以现在它就没有以前那么光滑那么干净 我还是不想承认这个锅其实不太好用 然后如果炖煮做菜量比较大的话 就会用那个发廊锅 然后这个是我搬家朋友送给我的电磁炉 把那个最常用的调料放在上面 其他都放在上面 我只是真的存在里面 但是在火候中在这里 但5 Six Se Jer和声 只有这么一가지 那么突然感着 нем there 而且发芒